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花蓮慈悸醫院兒童心臟科的秦嘉義醫師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心肌炎 心肌炎主要是心臟的肌肉層 或是傳導系統的發炎 主要常見還是由一些病毒感染誘發 但一些細菌感染或是藥物毒物 甚至是自體免疫的部分 也會造成心臟的發炎 造成心肌炎 它最主要好發的人 還是在一些像是兒童青少年 一些高風險例如說孕婦 或是一些免疫力不全的病人 當然一般的成年人 健康人也都有可能會發生 傳統在以前的死亡率 尤其兒童是蠻高的 有些死亡率會高達50 甚至在一些嬰兒 可能會高達70幾% 不過隨著目前的一些 醫療科技進步 重症醫療的發達 以及體外循環 也就是葉克膜的使用 最近的一些死亡率是有慢慢降到10-20% 我最近治療過的一個是 差不多11-12歲的妹妹 她最主要是在有一些發燒咳嗽 以及在家裡有昏倒的情況 來到急診的時候就有發現說 她的心臟的酵素 心肌酵素 Troponin I 有上升的情形 所以當時的急診醫師就很警覺 有時候住院觀察 但是住院之後的確 她的心臟的酵素 一直往上攀升 並且有發現一些心跳過速 以及血壓偏低的狀況 甚至在住院過程當中 密切觀察 我們使用一些藥物治療 但她還是發生有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所以在那之後我們做了急救 以及請葉克膜小組來去吃放葉克膜 後來換成心室輔助器之後 我們用支持性的治療之後 她的慢慢心臟功能恢復 心理部診也改善 順利的有脫離這些葉克膜 以及心室輔助器這樣子 那目前她的狀況 因為她的心肌發炎比較嚴重 所以她後面還是需要在門診 追蹤她的一些心臟 像是心臟衰竭等等的情形 在用藥物持續的治療級追蹤 的確心肌炎一開始的初期症狀 跟一般感冒差不多 所以很難區分 常常就是一些咳嗽流鼻水 那後來有些小朋友甚至是 單純有嘔吐來做表現 但是通常如果到一些 比較嚴重的情形 有些嚴重的症狀就很小心 例如說會覺得胸悶 呼吸急促 還有就是那個會心跳加速 甚至到昏倒 像我們這病人是有昏倒的情況 這時候就要很小心說 會不會是心臟有受到影響 那我們通常來到醫院之後 我們這些真的有些警覺性的醫生 會幫他做一些詳盡的身體檢查 例如說量他的血壓 聽他的心跳 看看是不是心跳過速 或是心臟收縮力不好 會再去做像是心電圖 已經S光 還有就是超音波的檢查 能夠更精準判斷 還有抽血 實驗室檢查 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精準判斷說他有心肌炎的情形 所以一開始的症狀的確很難去做區分 但是一旦出現這些危險症狀 胸門喘昏倒呼吸急促 有這些情形的時候 還是要很小心是心肌炎的警覺症狀的出現 那一般拔牙是比較不會 拔牙的話是另外一間 就是心內膜炎的細菌感染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其實針對心肌炎最重要還是支持的治療 我們要支持他心臟的功能 讓他心臟也獲得休息 以及緩解發炎的時間 所以像治療治療 像是一些強心藥 或甚至像我們這個病人 因為真的到急救了 會需要使用體外循環 葉克膜或是心室輔助器的治療 來去幫助心臟度過這段發炎的期間 讓他心臟獲得休息 那當然針對一些特別的狀況 例如說是病毒感染 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可能是有幫忙的 那至於有些會 一些隱藏研究是說 可能會使用 考慮使用像是免疫球蛋白 或是類固醇 但是這些並沒有真的有強力的症區去做支持 所以最重要還是支持性的療法 因為心肌炎 最重要還是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跟抵抗力 尤其像最常見剛剛講的 是一些病毒感染造成 所以定期的一些疫苗施打 是很重要 像最近要開始做流感疫苗的施打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還是定期要來去好好的施打疫苗 像是流感疫苗等等 那另外就是要維持正常的生活習慣 睡眠充足 提升免疫力跟抵抗力 還有就是做好自我的健康監測 如果真的有身體不適 有出現以上那些症狀 還是要盡快就醫去做協助 像以流感疫苗為例的話 我們建議有些高風險族群 是一定要施打的 例如說幼兒 六歲以下的兒童 另外就是我們這些醫療的醫護人員 還有就是一些像是老年人 或是有些慢性病的病人 免疫不全病人 就一定要施打疫苗 這個例是大於必的 因為目前流感疫苗都很安全 它是用蛋白質次單位疫苗所製成的 所以過敏跟那些異常的發炎反應 造成的機會都很低 大多數都還是可能打完的 會有一些發燒 注射部位疼痛 肌肉痠痛等等的症狀而已 當然如果你有些自體免疫疾病的問題 或是曾經有過一些心臟病 心臟發炎的病史等等的 或是川崎症 你有這些擔心的狀況 還是可以跟您的醫師去做討論 不過大多的以流感疫苗為例 是幾乎都很安全的 那如果是其他 像是新冠肺炎的疫苗等等 那或許就是可以再跟您的醫師 去做詳細的討論 不過在這裡還是要鼓勵大家 還有剛剛有那些高風險族群的 一些人 像嬰幼兒 老年人 孕婦肥胖 慢性病等等的 還是要去做疫苗的施打 才能夠達到最有效的保護 小朋友是大家心中的寶貝 全國兒童的健康 也是我們兒科醫師在努力的 所以從一開始的預防 尤其是疫苗接種 所以鼓勵大家還是要做好 預防保健 還有就是預防注射 疫苗的接種 才能夠保護自己 保護小孩 好 謝謝大家